車禍怎麼這麼嚴重呢 這個屋主在睡覺的時候 突然一輛車衝了過來 衝到哪裡呢 這個床的旁邊了 這是台中縣有個貨車駕駛 凌晨行進了轉彎時 疑似酒後加車 加上了天色昏暗 所以整輛貨車就撞進了民宅裡頭 把人家水泥牆撞一個大洞 而正在睡眠中的屋主 也被玻璃劃傷了頭部 我睡這邊 我老公睡那邊 尿著 屋主無奈的看著房間內 散落一地的玻璃和磚塊 床上地上全部都是 就像被轟炸過的一樣 回想起事發經過 人覺得十分驚險 你看最安全的地方 結果是這麼恐怖的是地方 你看看 你感覺很陌生嗎 很陌生啊 整輛貨車從房間床頭 直接撞了過來 當時正在睡夢中的女屋主 頭被玻璃碎片化傷 縫了兩針 夫妻倆怎麼也沒有想到 人在房子裡面 也無端遭到波及 看著房間的水泥牆 被撞出了一個大洞 可見貨車的衝擊力道 這起車禍意外 是發生在29號凌晨 一輛15公噸重的大貨車 駕駛疑似酒駕 加上天色昏暗看不清楚 經過轉彎處時 整台車完全沒有煞車 衝進民宅內 就連路旁的路燈 也被撞離了四五十公尺遠 貨車車頭扭曲 駕駛卡在車內動彈不得 為了爭取救援實踐 救難人員一邊搶救 護士邊爬進車內 替駕駛打點滴 維持生命跡象 受困的情況很嚴重 很嚴重的話 又怕他吃血過度 怕他吃血過度 然後現場又有醫院的護士 醫院的護士已救護車在那邊 然後所以就請那個護士 先進去 給他吃力 給他先打個點滴 救難人員花了一個多小時 將駕駛救出 而房子被撞毀的屋主 直說真的好險 因為就差一點點他們夫妻倆的性命 可能就會不薄 中間新聞聯員兵 葉佳文 台中採訪報導